2023有智慧的鑰匙打開每一天日曆 那它是蒐集了古今中外365位名人金句 集結而成的一本日曆 馬耳目一新了 我們現在開了這麼多本日曆 紅色蠻跳出來的 Alphys Priestley 哇 還有Christian Dior 它真的是非常全面耶 各行各業各個領域的人都有送路哦 打開來盒子裡面 人生最重要的兩天 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天 和你明白自己為何出生的那一天 馬克圖溫 我們來看這個書籤上面印的時候 華爾迪士尼說 大人不過就是長大了的小孩 那這個書籤它是慈禧的 我覺得慈禧的算是比較實用的款式 比較不容易從書裡面脫落出來 名人的樣子的茶話 也算是很精美 是一本日曆 分開來看中間有一個小茶話 然後有每天的一個精選金句 今天1月5號精選的是 生命可以隨心所欲 但不能隨波逐流 宮崎駿 很有智慧的一句話 它上面除了每日的精句以外呢 也有月曆的一覽 以及今天的日期的資訊 然後還有農民曆也有收錄在裡面 中間的插畫 就是以當天的那個名人 或是為了他做過的一些重大事蹟 或是以他的作品為出發點 去發想的插畫 達力的這一頁 中間就是達力的畫像 然後後面有一些他著名的藝術作品 藝術創作的插畫 把它融合在一起去創作出來的 如果你也想要了解 各個領域名人的智慧的話 就可以用這本智慧的鑰匙 來豐富你2023的每一天 然後他們這次的集資計畫 還有推出一個架構品 是很特別的生日書 那他是可以針對這個生日的人 然後蒐集一些 跟他同星座生日的名人的想法 建議語錄 然後集結合成這本書 讓你可以就是作為特別的生日禮物 譬如說羅南送給你的畫 然後你的太陽座在天蠍座 你的觀察力就是很敏銳啊 給你一些相關的建議